欧阳在宅子里吃了几次饭 水优涵都会亲自做上几个菜 每次欧阳都吃得十分尽兴 知道了是水优涵亲自做的 就连连夸他厨艺了得 即便是与克思云来的大师傅的拿手菜相比 也不成多让 克思云来是济水城最大的酒楼 水优涵听他这样说 很是谦虚了一番的 其实背后心里美滋滋的 过后送了一坛子蒜茄子 和一坛子榨菜给欧阳 说礼物虽轻 也是他们的一点心意 欧阳大夫很喜欢这两样小菜 并投桃报礼 送了些花椒 还有几只活的乌骨鸡给水优涵 乌骨鸡是当着海伯的面送的 说是在这里讨扰了他们这么多次 这乌骨鸡就给奶奶和奶娘补身体 花椒 它是在内宅给奶娘针灸的时候 交给水优涵的 乌骨鸡炖花椒 可是女人的滋补佳品 而且最是养胎的 水优涵道了谢 想起另外一件事 他自打来到这里以后 就没有见过海鲜 这既然有花椒 那海鱼海虾之类的 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欧阳大哥 这花椒是哪里产的 大哥您是怎么得到的呢 水优涵问欧阳 这花椒就是咱们渤海郡本地所产 渤海郡的蓬来靠海 有很多渔民出海打鱼 其中沈家就是当地的旺族 祖辈的造船厂 能造大船 家里雇佣了数百的渔民 可以到深海捕到大鱼 其他零散的渔民就只能在近海打些小鱼小虾 我家在镇上有家药铺 从他家里那儿进了些花椒 不过给小韩你的这些 不是店里卖的普通货色 这些是我的好友沈家公子送给我的 足有五年了 这可十分难得 花椒年份越久 滋补之力越强 既然本郡就有渔民 为何没有听说镇上有卖海鲜的 别说带鱼了 就是海带 海木耳 普通的马蛤 白蛤 皮皮虾之类的 都没有听说有卖的 小韩你要吃 那可是有些不容易 别说咱们镇上 就是济水城也很少能卖到 那难不成 他们打了鱼都自己吃了 欧阳大笑 当然不是 你当他们是猫吗 从棚来到济水城 水路要走上三天 还是顺风的时候 陆路用快马也要三天多 这海鲜又是不能放久的 夏天要用冰块镇着 费用实在太高 再加上咱们这淡水鱼 虾蟹就不少 这运送海鲜过来卖就十分不划算 那些散户渔民打了鱼虾 多是在近处就卖了 沈家的他们有皇家的供奉 新鲜的鱼虾都走水路 拿冰块镇着 送去京城皇宫里 送上船的十成货 最后只有一两成能吃 说起来 也就是沿海的几个乡镇 能吃到新鲜的海货 皇帝一年也吃不上几顿海鲜 沈家主要还是卖干货 这全大洲的海鲜干货 他一家就占了有七成 这就怪不得到现在为止 水油寒唯一吃过的 能撑上海鲜的东西 就只有干贝了 小韩要吃 我就帮你弄些鱼干来 多谢大哥 还是不用了 这里的鱼虾还净够吃的 水油寒客气 这就是交通不发达的后果 渔民们辛辛苦苦打了鱼 却赚不到钱 有钱人想吃鱼却买不到 前世号称长了条猫舌头的某人 只好咽咽口水 实在不行 只能去买些鱼干解解馋了 小韩不必和大哥客气 上次你们做的那个蟹肉灌汤包 我可是很爱吃 今天我带些新鲜的和蟹来 若不嫌麻烦 就做些给大哥吃吧 没问题 只要欧阳大夫爱吃就好 奶娘和小红已经抢着答应了 他们对欧阳是很感激的 知道这样的秘密 却完全没有一丝轻慢 反而这样照顾他们家姑娘 对他们也是既尊重又和气 能遇到欧阳大夫 他们真的很幸运 姑娘 您还是回屋歇歇吧 这儿由我和奶娘做就行了 您这些天做了这么多事 累坏了可怎么办 小红正把水油含切好的 嫩茄子片 拿棉线一片片穿起来 重活累活 你和奶娘都抢着做了 我不过在旁边看看 吃个嘴 最多帮把手 哪里就会累到了 你快些把这些弄好的 都拿出去晒 这两天太阳好 可不知道过两天天气如何了 水油含转移话题 奶娘在一边很无奈 她觉得姑娘现在什么都好 就是主意太大了 尤其干活这方面 你劝她 她都笑眯眯听着 可好多事 还是按着她自己的意思来 你说多了 她也不会不耐烦 可是很会转移话题 一会儿就让你忘了 自己找她的目的 好多时候 她还能一嘴的大道理讲出来 就让你心甘情愿听了她的 没办法 只好自己和小红多做一些 姑娘她能做的也就少了 奶娘想到这里 加快了手脚 放进调好泡菜汁的坛子里 然后把盖子密封 这样大约半个月后就能吃到酸豆角了 已经快到深秋了 庄上的庄稼都已经收割完毕 村里的人都忙着打鼓 镇上的东叔也来了庄上 和海伯一起四处去看收城收租子 菜地里的瓜菜也收了最后一茬 多的吃不掉 当然不能浪费掉 把这些瓜菜都收进内宅后 水优寒就领着奶娘和小红盲开了 茄子切成片 宽豆角切成丝 包菜撕成大片 拿到烈日下晒干 然后收到布袋里 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留着冬天没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吃 冬瓜南瓜这些都存放到菜窖里去了 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辣椒 据说是从海外的某地传到大洲来的 很多人家都是种在盆子里 当作花卉欣赏 叫做看椒 水优寒则在自家的菜地里种了很多 现在摘下来 一部分做了剁椒 另一部分做了豆瓣酱 为了做这个豆瓣酱 水优寒特意请欧阳大夫 从别的镇上的榨油坊 学了菜籽油来 一大坛剁椒 两大坛豆瓣酱 估计够吃上一年半载的了 园里的果树 今年的收成也非常可喜 东叔从镇上带了人来采摘 海伯先找了奶娘 说每年东叔都会选好的果子 还有装上的其他土产 连带着他镇上铺子的账目收益 都拿去京城交给夫人 东叔带了好几个小厮来摘水果 怕他们不懂规矩 冲撞了水优寒 所以让他们回避一下 水优寒听了这话 一开始有些生气 不是说好内宅这边的都归他处置吗 这果树今天可是他们在照料 浇水 除草 还捉虫 这个东叔可是一面都没漏过 现在要摘果子 它来得倒是快 奶娘和小红心里也不舒服 但是人在屋檐下 水优寒想到自己的处境 又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压下火气 不过是些果子罢了 当他是为人民服务了 忍一时海阔天空吧 水优寒抱着肚子做深呼吸 他要生个快乐的宝宝 所以他不能生气 不能伤心 不能让负面情绪影响了肚子里的宝宝 至于回避 水优寒是巴不得的 他现在肚子合个西瓜似的 哪敢给人看见 就带了奶娘和小红 关了门 自在屋里做针线 好在这些人也算守规矩 只在园子里采摘果子 也没有如何喧哗 过了半天 水优寒想起自己那葡萄架 小人之心顿起 就让小红去查看 海伯和东叔都在树下 指点那几个小厮干活 见小红来了 海伯就指着几篮子的山楂 梨子 大枣 说这些是他专门挑好的 给他们留下来的 还和东叔说 他不便进内宅 这些果树多亏了小红他们照看 东叔也就点点头 没说什么 小红巧了 确实都是上好的 心里舒服了很多 小红看他们给自家留了不少的果子 也没动那架葡萄 也就放心地回来向水优寒回报 还说东叔也看到了那架 结满了紫溜溜葡萄的葡萄架 当着他和海伯的面夸了几句 说镇上也有人种了一两架的葡萄 不过都没有这个好 夸赞他能干 那你怎么没摘些给他们尝尝 小红说 姑娘您拿那葡萄架当宝贝 咱们还没吃上多少 东叔来了这里 也没来您这见礼 那些果树本来是他们的也就算了 葡萄可是咱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凭什么给它 水优寒假装生气 伸出指头 点了点小红的额头 你这丫头 竟是这样想的 然后长叹一声 我知道 你这是护着我 见他们不来拜见我 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 不过 我现在这样 也不能见他们 他们这样咱们反而省事 不管他们怎样 咱们不能让人挑了理 你去拿个篮子 给他们摘点葡萄去 小红迟疑 姑娘 咱们用得着讨好她吗 傻丫头 咱们明年的月钱还捏在人家手里 咱们又不知道这个东叔 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是海伯那样的 还好说 海伯也算是看着咱们的 可他为人正直 不会故意欺负咱们几个女流 东叔 你只管给他们摘些葡萄 这不算是讨好 咱们还给彭娘子 春生媳妇他们送过东西 难不成已是讨好他们 这不一样的 小红反驳 你这丫头 可比以前凌厉多了 别人失礼是别人的事 咱们如果因为他们失礼 也不讲究起来 不就和他们一样了吗 而且 或许东叔是顾忌男女之房 或是听了里馆时的话 认为我是在养病 不便来拜见呢 你照我说的去做吧 这是咱们的代客之道 好吧姑娘 小红依着水油寒的意思 给东叔摘了一篮的葡萄 东叔称谢不已 又多留了些水果给他们 说是京城夫人那里 也吃不了多少 不过是家乡的东西 是个意思 东叔他们走后 海伯帮着小红 把水果都存到菜窖里去了 过了两三天 水油寒见石令也差不多了 三个人就把葡萄都摘了下来 挑了几篮 一篮自然是送给欧阳的 还有两篮 一篮给海伯 另一篮请他转给东叔 还拿出些 送给了村里有来往的 几户人家常仙 平时奶娘去买布 或是买鸡买鸭 他们都很热情 钱也不肯多要 还送了他们一些自家的蔬果 这样还有很多葡萄 水油寒早做打算 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大酒坛 选好了没有破裂的葡萄 用井水略冲一下 晾干后一粒粒捏碎 一层葡萄一层糖 葡萄和糖的比例 大致控制在十比三 放到坛子里 放到阴凉的地方静止发酵 估计下个月就能发酵好 那时候再滤干净渣子 把酒倒进橡木桶里存放 水悠寒边切菜 边回想这些事情 昨天 他让奶娘传话给海伯 让他帮忙找木匠 做几个橡木酒桶 另外还要做一些矮木香 这里没人见暖棚 冬天没有新鲜的绿色蔬菜吃 水悠寒就打算利用靠墙的那一排矮下 做个暖房 其他的蔬菜种不了 可是他可以种一些豌豆苗 还能培育一些鲜蘑菇出来 这样自家就有新鲜蔬菜吃了 而且做得好了 还可以换一些小钱 以后有了宝宝 花销会增加很多 他不想让宝宝跟着自己 结衣缩食 那就只有想法子赚一些钱 正想得开心 就听到院外传来大嗓门的说话声 接着就有人想推开那宅门 因为奶娘在里面上了锁 没推开 似乎有人不满地嘟弄什么 然后是啪啪地敲门声 水悠寒一惊 海伯出去收租了 欧阳没说今天会来 而且他们都知道 这内宅平时都是上锁的 不会如此 另外 水悠寒又仔细听了听 那明显是女人的声音 是村里哪个妇人 也没可能 村人似乎得了海伯的吩咐 除了奶娘或小红去村里 他们是不会上门来的 除此之外 他们可没跟谁有过交往 而且 水悠寒想到另外一件事 更是惊疑不定 海伯出去了 那宅子的大门应该是锁着的 这个人是谁 竟然有宅子的钥匙 这是要来做什么 奶娘和小红也停下手里的活 主仆三人面面相去 奶娘和小红 看着自己的大肚子 听着外面的敲门声更加急促 似乎越来越不耐烦 水悠寒的心 不由沉到了水底 可不管是谁 都不能让他看到自己这个样子 水悠寒定了定神 对奶娘和小红说 你们去看看是谁 不管是什么事 都是我病着 不便尖刻 把他们打发了再说 好的 奶娘和小红连连点头 那姑娘您也好歹躲一躲 以防外溢 嗯 那我就回房里躲着吧 三人说好 奶娘和小红去了宅门那边 水悠寒这边匆匆回了房里 就躲在门后 听宅门口的动静 那边敲门声一直没有停 来了来了 不要再敲了 是奶娘去应门了 这是谁呀 敲门这样急 有什么事吗 奶娘并没有打开门 而是在门内问话 门那边一个粗嗓门的女人回道 这是镇上的王大奶奶 来看你们奶奶了 快开门 请问是哪位王大奶奶 以前可有来往过的 有 连我们王大奶奶是谁都不知道 亏得你们还在咱们的宅子里 住了这么些日子 我们王大奶奶前阵子回娘家了 刚回来 看到你们送的葡萄 混起老爷来 才知道有人住着咱们的宅子 以前不知道就算了 现在知道了 好歹来看看 这可是我们奶奶的一片好心 怎么你们大白天竟然锁着院门 水优寒心里想 这人嘴里的王大奶奶 想必是东叔家的女眷 东叔和海伯都曾经在夫人的父亲身边伺候过 后来被刺了王姓 所以才被称为王大奶奶 好大的气派 竟说这宅子是他家的 原来是王大奶奶 您见谅 我家姑娘正病着 需要静养 这个东叔也是知道的 海伯去收租了 连走锁了大门 也嘱咐我们将内宅门锁了 图个清静 哦 这样交情 现在我们奶奶来了 你把门打开 我们奶奶找你们说话 奶奶自然是不肯的 王家奶奶 我们姑娘病得厉害 不便见您 您还是请回吧 改日我们自当上门道谢 这话说得好 反正到时候海伯也不可能允许他们出门 水优寒暗地里给奶奶奶鼓掌 这么半天叽叽歪歪 就是不开门 这日不敢见我吗 你们俩 去把门给我撞开 我都要看看是哪里的妖精 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另一个女人尖锐的嗓音 你说话放尊重些 我们的宅子锁了门 就是防贼的 反倒是你 咱们的大门都是锁着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难道是强盗不成 是小红的声音 这丫头 一着急 反而能说会倒起来 接着就是叮叮撞撞撞门声 然后是门倒塌的声音 伴随着奶娘和小红的惊叫 然后是一片混乱 水优寒从门缝里费力地往外瞧去 有四五个人影闯了内宅 有男有女 奶娘和小红上去拦人 被一个绑大腰圆的婆子和后边跟着的人推倒在地 那婆子手里拿着一堆棒锤 一边骂 一边陪着一个满身绫罗的女子 气势汹汹地向她这里走过来 女子也是手拿棒锤 紧跟着的还有丫鬟打扮的女孩子 手里也拎着棒锤 奶娘和小红从地上爬起来 要上前拉住他们 又挨了几下 被后边的人推开了 是两个绑大腰圆的壮汉 这家是来者不善 看来躲是躲不掉的